上一话,耗鸣破坏游戏规则,自爆而亡 阿翔白捡一个肾 经过游记加工烹饪后,阿翔吃下过关 第二天,早上五点,闹铃响了 奈旭打开手机,查看邮件 还好,感染者不是他 然后起床梳妆准备去学校 突然,手机响了,咖啡店 胖妹亚姨已经点好喝的在等他了 奈旭坐下后,亚姨开门见山 这次的感染者是我 提供者是阴婷雅野 班上出了名的流氓色狼 奈旭,咱俩是朋友吧,帮帮我 你打算让我杀掉阿爷 当然不是,你只要帮我把他叫出来就行 你负责引诱他,我从后面出手 自从刘美被山口那个混混杀掉之后 奈旭就只剩亚姨这么一个朋友了 于是,果断答应帮忙 奈旭在约好的地方等待阿爷 亚姨在暗中,伺机出动 阿爷来了,当奈旭江的保镖 看你的样子,也不像是感染者 又是男的,万一我要是被别人盯上了 想想挺可怕的 那么高的奈旭江竟然会来找我 真意外啊,求人也得有个求人的态度吧 我想看奈旭江求我的样子 奈旭忍下这口气 阿,阿爷,我好怕,求你了 不怕不怕,我知道了 那先脱衣服吧 哈?我反正是无所谓 为了帮朋友咬咬牙 这下行了吧 奈旭江,好可爱 绝对不会放过你 好可爱 接下来裙子,掀起来给我看看 什么,还要吸引他的注意力吗 亚姨 真想让我当保镖的话,那就好好求我 可怜的奈旭忍辱负重 颤抖着撩起裙子 太棒了 说完,他一把扑倒奈旭 舔着嘴唇,准备实施侵犯 奈旭眼看撑不住了 在心里喊 亚姨,快点 谁知这时,胖妹亚姨举着相机出现了 喂,我还没开拍之前你就做 不带这样的吧 奈旭懵了 什么意思啊 什么什么意思 就是拍小视频啊 要是传到网上,还能卖个高价呢 奈旭颤抖着,心彻底凉了 被骗了 原来亚姨的提供者根本就不是流氓阿野 而是奈旭 在他俩碰面之前 亚姨就已经提前跟阿野串通好了 合伙把奈旭骗出来 流氓阿野趁机满足私欲 而胖妹亚姨拿到疫苗 拍下视频卖钱 双赢 只有奈旭天真的以为 他和亚姨是朋友 其实亚姨早就看他不爽了 长得漂亮 家里又有钱 只是吃了他 那就太便宜他了 要借机大赚一笔才行 这时流氓阿野迫不及待开始施暴 胖妹亚姨举着相机开拍 突然 两个混混出现 一脚把亚姨踹倒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已经被其中一人钳制住了双手 两个流氓打算对亚姨施暴 就这样去死吧 奈旭算是明白了 欺骗了他的亚姨 反过来被阿爷给算计了 不管怎么样 这下完了 此时胖妹亚姨疯狂地尖叫着 你俩干嘛呢 这么大声 等火要有人来了 奈旭赶紧伸手去购地上的相机 一把朝阿爷的脸上砸过去 阿爷疼得大骂 那是趁机起身逃命 本话完 第七回游戏 未完待续